今年秋天的綜藝市場好寂寞 明顯少了一個人興風作雨 郭敬明 我們的確可以嘗試的去懷念一下郭敬明 比如去嘗試他胡說八道時候的信念感 我先說我選擇的人好了 我選擇給何長熙 希望他是一個獨一無二的特別的演員 嘗試他不懂莊懂時候的想像力 我覺得兩位演員首先要克服的一個東西 叫做表演的虛榮心 當然還有這個 要停一下 我覺得要停一下 好吧 關麥 但我覺得這段還不是很好 明明可以再逼真一點 像這樣 太不容易了 沒有 唱歌挺高興的 沒錯吧 後面那種委屈多了 眾所周知啊 因為抄襲等實錘暗底 郭敬明於去年年底 被中文互聯網賽博蒸發了 而你不一定知道的是 那不讓郭敬明心風作浪 蒸蒸兩季的演員請就位 也跟著主動下架了 沒錯 今天的主角當然不是郭敬明 比起我假惺惺的想念 更真實的是 沒有了不懂裝懂的郭敬明導演 讹厂綜藝第四季的業績怎麼頂 然而 媽的 然而 我承認 我稚嫩了 我太懵懂了 我的確沒有想到 和諧掉一個郭敬明之後 他們竟然批發了一批郭敬明 沒錯 這就是熱搜挺就位第三季 第三屆李成如年度誠意精選 演員請就位 導演撕逼淳相伴 名為導演請指教的導演 近期一類綜藝 提倡與我們見面 大家好 這裡是讀者編輯部 這是我們出了第一期 不知道還有沒有下一期的 特別節目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還讓我聊這個節目 好看不好看嗎 看看這些預備役郭敬明吧 有曾經拍過一兩部 就再也不敢拍電影的 導演蔡康永 導演吳振宇 有拍一部電影 就讓人民罵一部電影的 導演鮑貝爾 也有拍了一部電影 就足夠讓人民罵了一輩子的 導演逼之飛 有這樣的嘉賓在 這個節目怎麼可能會不好看呢 怎麼可能會不熱鬧呢 怎麼可能會輸給一個 不懂莊懂的郭敬明呢 不可能不熱鬧的 我甚至都能想像到 節目工作人員 在確定嘉賓名單之後 向公司領導邀功時候的 驕傲和自豪 領導這個Q4的熱搜指標 我們已經全款拿下了 他們不可能不投幣了 這樣的嘉賓陣容 往好了說 爭議性極大 話題度極高 往爛了說 就是為了上熱搜 連都不要了 如果說演員請就位 是掛著推青年演員的羊頭 賣四位導演相互撕逼的狗肉 那導演請指教就是徹底放下尊嚴 徹底要讓台上台下撕成一波 唉 先看導師席 這四個導師呢 這次叫做製作人 基本上都是自帶著話題入場的 王晶不用說了 中國貴的最體面的爛牌人導演 方麗著名的文藝片製片人 之所以著名是因為16年 他親自下跪 呼籲給白鳥嘲諷多點拍片 一個字 慘呗 剩下的除了當時被媒體稱為三十億劫 拍了煎餅俠 拍了太炯的製片人陳芷希 就只剩下好雷了 呃 好雷 好雷挺好的 同一扣一 去年在《我就是演員》中 身為指導老師的好雷 怼天怼地怼子儀 絕不是什麼省油的燈 可以說有這四個人在 熱搜基本指標就已經達成了 但是很顯然 很顯然這個節目組的KPI很高很高 不然選手名單不會這麼妖魔鬼怪 就這麼說吧 我們討論了十幾年的問題 是不是是個人就可以當導演 終於在這個未來的現象級綜藝裏 得到了解答 不是的 有流量 有話題的才配當導演 這哪是導演組 這就是氣氛組 來把這幾個你認識的所謂導演挨個過一遍 如果你喜歡了感興趣了 請期待正片播出 如果你實在受不了 這個名單也值得收藏 在某種程度上說 它可以當做你以後去電影院的爛片防蕾指南 第一位導演鮑貝爾 中國影視翻譯史上僅次於《愛情公寓》的神話 韓版八分的陽光姐妹桃 被它喊化成了4.5分的簡體中文版 不過跟《公寓》不一樣 包导這是買了版權的 它複製粘貼是合法的 是合法割應你的 而且很持續 前兩年他就又演了《當男人戀愛時》 對就是今年邱澤才翻拍的那部 題材一樣 故事一樣 就如背景版不一樣 放到了東北 取名《東北戀歌》 確實是沒有這個必要 韓國的黑道長成這樣 台灣的流氓長成這樣 東北的混混長你這樣 長你這樣得多挨多少頓打 再說了 東北的混混不是也有現成的嗎 這次再上節目 鮑貝爾拿出的標籤還是初學者 之前他在哪裡接受采訪 都說自己是小學生 都說自己是初學者 胖子行動隊是鮑貝爾小學生作品 怎麼的 永久性小學生 你是柯南嗎 已經有三部導演作品 還管自己叫初學者嗎 是男人至死都是少年嗎 我在我這個歲數經歷了 不行就不行啊 真的 第二位了不起 中國為數不多的電影學武士 中國為數不多的蟬聯金嫂舟講得主 避之飛避倒 不是那個避倒別無傷啊 一部2.2分的竹猛演藝圈震驚中國電影界 哪怕再多的質疑 再多的差評和低分都擋不住他的熱情 表示 再接再厲永不言氣 第二次拍電影 也一定會有好結果 很偉大 偉大不是因為牛逼 偉大是因為一直牛逼 再接再厲的結果出來了 2.6分的動畫短片 摩琴 口碑上上漲20% 恭喜 但避倒最好的作品還是法影評 他頗有一種敢死隊的風采 我不是要神 出高分 他罵豆瓣的出分不行 徐征的九媽因為疫情轉為線上 他罵徐征背信其一 讓徐征滾出電影圈 肖戰27事件之後 他去知乎和法律人士辯論 提出了要讓肖戰演自己新片的戰略構想 想要合作 真想把百年號和大尼俩公平上 導演請就位的預告片裡放的話是 這次要拍攝的是小熟之春 很可惜馬上就被我李哥打臉 這就理解了 你在豆瓣評分為什麼2.2 後來夜 現場錄製鏡頭也看到這樣一幕 對不起 B導要哭了 建議哭出來 只要你哭的足夠真 你就能超越郭道了 下一位蔡康永老師 四年前和小S拍了一部《吃吃的愛》 作為導演出去做 豆瓣評分5.3 高情商的說法吧 個人特色非常明顯 濃厚的菜式旁白 以及加上動輒6-10分鐘的綜藝場景 從小遊戲到大尾網比賽 完美展現了蔡康永的個人從業優勢 但比起拍片我還是覺得 康永哥現場主持不能沒有你啊 經歷了演員請就位後 我們都知道 要是台上台下吵起來 主持人沒有控場能力是不行的 有蔡康永老師在 應該能穩得住 至少比去年的大鵬好 附導演我贊他 我贊他 再下一位 我的至愛 梁龍老師 二手玫瑰的樂隊主唱 東北碎花時尚代言人 先鋒藝術的民間實踐者 但龍哥你拍電影 你拍他有啥用啊 不瞎說我本人的確是二手玫瑰的樂迷 但說真的 梁龍他跟電影最大的關係啊 就是曾經跟某位女影后 有過那麼一段 不過後來梁龍承認了 在人王菲那兒只是一場露水情緣 Four one night 嗯 我剛才沒說是王菲嗎 歸根結底 他跟電影的距離究竟有多遠 大概比盤寧西林的主唱張曼樂 再遠一點 再下一位 汪文也98年出生 本科剛畢業 作品數零 他憑什麼上節目 我是沒說 沒有勇氣也有底氣啊 華裔兄弟老總王忠磊的千金 這你能不讓人家上嗎 就許你華為公主放火 不許我華裔公主點燈呢 以前最出名的是他靠著自家資源 華視追星 甚至也出了點小問題 引起了群眾憤怒 在互聯網清算之風嚴重的當下 我私心建議 這位欣慰導演可以動用自身資源 打造超越小時代的華貴作品 畢竟接地氣的路已經被你斷死了 不如給觀眾們呈現一下 什麼才是真正的名媛生活 對郭老師沒有貶低的意思 好了以上導演 是節目組奔著好作品去的 還是奔著炒話題去的 你自己有判斷了 有必要補充的是 入選名單中 也是有很多有潛力 甚至已經有好作品的青年導演 比如王怡淳 曾經指導《黑初有什麼》 入圍了Force的青年電影节最佳導演獎 再比如寧媛媛是導演張媛的女兒 去年她大學三年級的作品 《小事》入圍了平遙電影節影展 是個不落俗套的青春電影 同時這份名單還包括了拍攝 《上前巴比倫》成功登陸院線的向國強 曾與圖門合作 在Force的電影節上 拿下最佳長篇提名的德格納 都是不錯的青年導演 甚至還包括吳振宇 他在2000年的時期 拍了一個很有想法的片子 就自從他來了 用以一個精神病人當老師 諷刺當時的教育體系 像一個新時代版的死亡師舍吧 就是很有想法 算得上小驚喜 不止如此 參賽導演中最重要的一個名字 是關景鵬 他就更不用介紹了 《圓直寇》、《阮林玉》、《藍宇》 經典是一步接著一步 是不用懷疑的實力選手 但是 但是 這個關景鵬在這裡是怎麼看怎麼別扭 導演組給關景鵬定了一個很特別的title 叫做驚喜導演 你仔細一品就覺得非常尷尬 就好像其他人不夠驚喜一樣 不能吧 《壁之妃》都來了 《富二代》也來了 《張堯滾》都來了 還要怎樣的驚喜嗎 那難道是其他人不夠導演嗎 說白了 我想問的是 認真的嗎 有《B&O》張樂這麼一群人 來一場導演的經濟嗎 用他們官方的說法 用16位敘事待發的導演 數十位演藝精湛的演員 共創影視作品 直面什麼真實的行業生態 名頭上還掛了一個2021導演扶持計劃 有點專項扶貧的意思 但 這一場綜藝究竟是導演們打開夢想之門的敲門磚 還是一場只顧炒作的話題鬧劇 哎呀 少廢話吧 預告片裡已經吵起來了 電影是生化意識 不是話外音講故事 那幾個人害死他 難道這個電影一無是處嗎 不至於吧 現在我們不是在辯論 我覺得非常差 2.2分你值得 2.2分你值得 期待了 就像我前面說的 從選人上 導演請就位的吃相 就已經暴露了 與其說這是一場發掘新導演的競賽 它其實更上一場好賭 不是說你能贏多少 能輸多少 是你想坐在這個牌桌上 你就必須有資源 有籌碼 有的人流量是籌碼 有的人背景關係是籌碼 甚至有的人能被人罵都是籌碼 這些籌碼跟導演能力有一毛錢關係嗎 現實的說 一個好導演 應當具備三種素質 才華 情分以及資源 沒錯拍電影不是畫畫寫小說 有根筆就行了 電影是資源的藝術 但這個以扶持新導演為名的綜藝 偏偏用最現實也最無奈的資源 卡死了入場資格 於是驚喜不敢保證 驚嚇我想一定見在弦上了 與其追問一名導演 是否需要一個真人秀 才能出人頭地 不如直接問到底 綜藝編造出來的夢想一詞 我們還相信不相信 事實上 在中國 青年導演並不是沒有出頭的機會 每年一度的First的電影節 平遙電影節 都在產生一個又一個的新銳力量 為他們提供平台 資源 支持 尤其是平遙 每一年的獎項編獎 你都會看到 所有這些給青年導演再創作的獎金 都是由很多中國的電影前輩們 共同資助的 是賊寒酸 但是寒酸的有骨氣 因為他看中的是才華 是作品 而不是話題 不是熱度 也與此同時也有很多大牌導演 都在傳盲帶 親自培養新的導演 比如寧浩的壞猴子計劃 深奧的受益人 溫室培的熱帶往事 以及文木野的我不是要神 哪一個不是從低頭做夢 到昂首挺胸向前的 尤其是畢之飛啊 還有人記得曾經有多少人 曾給竹夢演藝圈站台嗎 那可是有川家研討會的呀 說白了 我相信這個時代 真的沒有懷財不遇了 只要你有才華 就一定會被發現 最好的例子就在B站 別人是UP主 而導演小冊 也就是之前的朱一旦的編劇 絕對配備稱之為導演 沒錯 我也是個可解的粉絲 他的短片中 你能看到太多的影迷元素啊 什麼教父啊 黑金 英雄本色 團子D 深夜食堂 但這一切又被他處理成 獨樹一帜的廣場大媽風雲 源源不斷的廣告 和鋪天蓋地的彈幕 一個屬於導演的才華 情分 資源都在慢慢向他靠攏 而在他最早的聲明中 他已經把花放下了 再回頭看這個所謂的導演選拔綜藝 本質上他就是一個 用流量去炒作流浪的生意 除了熱鬧 除了狗血 除了一條條的熱搜 還能有什麼樣的驚喜 我很期待打臉 咱們拭目以待 但我求你了 千萬別跟我聊夢想 我真的過敏 好了 以上就是讀者編輯部的特別節目 你確定嗎 的全部內容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一定要點贊三連 只要大家喜歡 我們就把這個 我個人刀逼刀的節目 繼續下去 只要我想想 點贊超過1508 OK 我是王美鳳 我們下期再見